該日新港風天宮一直流著基板玩笑藥境 因為疫情到達好起來 信仰超過千人來參加藥境 新港鄉是幾天都流著滾滾 廟宏在天兩年後 也會讓新港人家比較穿透 民眾是白鴨勒勒等 包括該館長翁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都能夠救客 祈求平安 零點炮 我們的洪天宮都會來勞進平安 今天可以說網路叫電視也很發達 所以很多人可以透過網路叫電視 看到我們新港 開台媽祖出來儲存 讓大家也可以得到心裡面的平安 跟拜託媽祖可以保備 所以今天可以說很老人 整個非常重嚴 暗叫鼓勒 所以今天可以說我們開台媽祖 可以出來的新港 然後在樓井 這也是新港最重要的 跟他最重要的信用 新港 洪天宮 玩笑繞境 傳統橋樓的四百年 日空一康年 建設頂樓做 改館無形的文化阻散 新港 洪天宮 島主席柯達香港 平常是媽祖真 都健康在廟來 跟玩笑做看 牙車出廟繞境 這也變成是新港地區 最重要的綜合競展記憶 既然換美咖的廣場報道